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人的制约,要懂得,人生的难题最终都需要自己去化解,不要总是指望别人 中年时,人生处于半坡,不管你本事有多大,未来的路仍旧很难 因此,在以下几件事上装一装,可以让自己巧妙地避开困难,顺利地爬坡过坎 一,有了谋划,装迷茫 古人说,心谋大,既是小,心谋曲,既是鱼 一个人的内心谋划是最大的行动,但是外表要显露出很小的行动 如果要进宫,就要假装给予 《五经归剑》里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春秋时,赵湘子得罪了晋国的名人志伯 因此,志伯带军队来围攻他 赵湘子问手下的人,要逃到哪里去呀 手下的人说,去长子城吧,去邯郸吧 赵湘子说,都不行 我和长子的群众不熟 我曾经用过邯郸的东西 填充了仓库,还伤害了人 后来,他们去了静阳城,并且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志伯用水淹了城,也不能攻破 认真想一想,赵湘子打定了主意要去静阳城 为什么要问大家怎么办呢 这就是,求同存异,即百家所长的过程 要让大家赞同自己的谋划 但是,不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 而是给自己发言的机会 很多人在社交中,一开口就会说 我想如何 然后再听取大家的意见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谋划很明显了 要么会得到大家的认同 从而变成一言堂 要么被大家反对 大家互相抬杠 自己迷茫一点 然后收集大家的建议 谋划就会更加完美 并且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二,遇到破事,装糊涂 人这一生 最难得的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中年时,在职场是主力 在生活中是顶梁柱 你要是不明白 周围的一切就真的会陷入迷茫了 但是你要是太明白了 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围绕着你转 最好是大事清醒 小事糊涂 比方说,在单位上 上次安排你做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你应该想办法做好 同时留下一点点破绽 让大家提意见 让上次批评几句 这样做,体现了大家的功劳 在朋友交往的时候 有人说在你面前侃侃而谈 吹嘘炫耀时 你明知道他话里有很多不识和夸大的成分 也要一笑而过 听听就好 用不着一一指出当面揭穿 揭穿没有任何的意义 反而会让对方难堪 无意间与对方结下了梁子 其实他怎么说 怎么生活 与你都没有关系 你又何必非得预知 掰扯清楚呢 既给自己找了不痛快 又给自己埋下一个隐患 看破而不说破 才是真正的聪明 而这世间 有太多你看不惯的人于事 若当真一个个去辩论 去争吵 恐怕你这一辈子 既过得不开心 又到处结怨结仇 落得一个重盘清理的下场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 是有限的 如果你对所有的事情 都搞清楚了 就会手忙脚乱 糊涂一些 事情就少了 人与人交往 就轻松多了 三 本事大了 壮弱小 小王是一家公司的销官 每个月的销量 都让老板很满意 于是深得老板所喜爱 但他有一个坏毛病 自大 他很过于自信 每次都是自信满满 话说得太满 一天 公司来了一个大客户 也因为老板知道 小王确实是一个 很有能力的人 想了想 就把这件任务 交在了小王手上 并嘱咐他 一定要搞定这个大客户 小王很快就自信满满地 答应下来 他觉得凭借自己的能力 完全可以搞定 就承诺三天之内搞定 但是在后面的三天里 那个大客户却觉得 小王有点狂妄自大 总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让客户看不上 因为在客户的眼里 狂妄自大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而他觉得小王 有点主客反了 这让他很生气 最后老板也觉得 小王这个人确实有点狂妄自大 就再也不敢将一些重大的事情交给他了 人们总是以为 如果一个人的才华不显 不表现 不争抢 是因为比较蠢 但其实真正厉害的人 更愿意藏风手镯 因为他们懂得示弱 在能无形之中拉近与人的距离 放低自己的姿态 才能真正赢得了别人的尊重 他们更懂得 示弱其实是一种温柔的 却更强大的力量 在对手面前 有时候示弱不是认输 更不是怂 而是通过表象 迷惑对手 而是让对手摸不透自己的实力 从而一击即中 百战齐法有言 若我中强 可伪是怯懦以幼之 一个人很强大的时候 就要示弱 让对方轻敌 从而落入事前设计的圈套 战国时期 照顾的大将李牧 常年聚首燕门 他的计划是 和外地周旋到底 保护边疆安宁 每次匈奴频繁来犯 李牧都不让士兵出击 而是迅速躲到公室里 久而久之 匈奴人认为 李牧是一个胆小的人 可以随便谩骂 还可以蔑视他 有一次 李牧故意节节败退 匈奴人乘胜追击 忽然 两侧冒出了埋伏已久的士兵 匈奴人一败涂地 到了一定的年纪 我们都会有成绩 即便没有成绩 也会有经验 因此 我们很希望别人 给我们鼓掌 常常夸夸其谈 在职场上 地位高的人 说自己的创业过失 地位低的人 说自己获得的奖杯 没有任何成绩的人 也说自己参与了某件事 取得了某些功劳 在平时生活中 也喜欢说 想当年 总是以过来人自居 聪明的人总是很弱小 任何时候 都要别人扶一把 他的成绩不值一提 阅历也不算精彩 唯有幸福的生活 真实的本领 属于他自己 有道是 名枪易朵 案件难防 我们要学会 做案件 四 钱财多了 装穷人 使劲往自己脸上贴金 应该是大部分人的习惯 要不然 金项链金耳环玉镯子 就不会那么走消了 有一句这样的话 鹿死谁手 还未定论 中年人 如果你认为自己有钱了 就可以后半生无忧 还为时尚早 你还没有到退休的年纪 就不能说高枕无忧 儿女要花钱 房贷车贷都是钱 你一不留神 就会变成穷人 因此 抠住钱袋子装穷 才是正道 金氏通言里 有个叫赵春儿的女人 年轻时在青楼工作 一个叫曹可诚的 富家公子 爱上了赵春儿 并为其赎身 虽然曹家很有钱 但是曹可诚 是一个败家子 几年之间 把家财给散尽了 夫妻两人 只能够住在坟屋里面 为了生存 曹可诚 荡上了教书将 赵春儿 在家访布 当曹可诚去京城 考取公民的时候 赵春儿在菜地里 挖出一个坛子 里面有一些金银珠宝 家庭财富 隐瞒了十五年之久 装穷不是哭穷 而是学会过井日子 任何时候 都不能大手大脚花钱 在万人面前 不谈自己的钱财 不吹嘘自己赚钱的办法 装穷 一方面可以警示自己 一方面可以拒绝 亲戚朋友来借钱 一举多得 人生就是一个剧本 有人写喜剧 有人写悲剧 有人写肥皂剧 还有人活在别人的剧本里 人到中年 你要变成什么剧 全靠你自己去把握 有事无事装一装 把人生的过往放心里 把笑容放脸上 过好从容的日子 余生还长 高兴的不要过早 悲哀的不要过度 走好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